煮飯會把菜煮熟 會把菜煮熟這樣就好了 但是要煮完好吃也不是那麼簡單 要人家比羅在帶到國際風在地的主題 要來濕坐體驗地方的就是 就是希望讓少年一部的小孩 先愛自己的高雄 然後進一步來行銷 連馬來西亞的國際志工 也在外國所欠 專程來參與 要來想體驗古風的傳統 因為我來自馬來西亞 開始慢慢接觸更多的古風傳統 出名的咖啡如何去炮製過程之類的 嗯 還不錯 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由國際香港所所 基本為期三天的青年愛鄉 有合影的活動 活動的內容都是國際香港的 特色作為主題讓大家來體驗 國際香港中議員表示 就是希望讓少年人 為活動中來認識自己的高雄 就是還沒有很多人來 但是我覺得這邊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想要多認識自己家吧 因為就是想要屆時更了解古坑 這個農村的一個地方 讓這些孩子啊 了解啊 古坑的人文地景啊 然後愛上了古坑 然後了解古坑 那也希望說只有這個活動啊 可以讓古坑的年輕人們 願意留在古坑 然後為古坑出一份力 這類兩相當豐富的活動 已經表示不然是要讓大家來試圖 主要是希望讓原委這條中 能夠找到創意 是給尚以古坑鄉的路由行程 那這些活動裡面還有兩個 非常重要的課程 一個就是如何打造 古坑的樂活輕旅行 那希望說由這些孩子 對古坑的觀點 然後來規劃一套 尚以古坑的輕旅行的一個路線圖 那也希望藉由這些年輕朋友的力量啊 創造不一樣的古坑 我當中公司也安排萬歲團 來進行烏克利利的演唱 就是希望讓所有的學員 看到這群老大人很努力來行銷地圈 所以少年一輩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緊返 對地圈來積累 記者真心 藏寶道